今天來分享凱西支撐道的完成方式 真正的對手是一位只有學習模仿的魔強人偶 我自己的凱西算是練度很低的 但若一些小聰明還是可以得到勝利 首先要讓凱西學會冥想跟暗球 若你的凱西沒有學會這個招式的話 可以跟訓練場的大姐NPC學習傳授招式 學習完成招式之後打開背包 將招式配置在凱西的身上 學習暗影球的關係是因為 剛好這招這個屬性是刻了魔強人偶的 這邊弄好就算是做好挑戰支撐道的準備了 在戰鬥開始時先讓凱西使用冥想的招式 一直到對手的魔強人偶模仿冥想之後 就可以讓凱西開始用暗影球進攻了 因為魔強人偶模仿了冥想的關係 無法做任何的攻擊 可以輕鬆地完勝對手 擊敗魔強人偶之後 就算完成凱西的支撐道囉 或者去打開背包 再用手這把的魔強人偶模仿 去打開背包 超級爪的 感谢观看